大家好,我是Den 说到韩国,出了K-pop韩剧韩国料理 很多人应该也会马上想到 父权主义,大男人主义 父权主义,现在韩国社会真的是跟之前不一样 至少在表面上是不吃父权主义这一套的 所以今天就准备了一下 曾经在韩国父权社会下发生的 非常傻眼的两个事件 第一,时间管理大师Pakinsu事件 在1995年的有一天 韩国检方接到了一桶电话 最近有个海军陆战队的上位 以婚姻为借口在玩弄很多女生 他叫Pakinsu 我们先来看一下Pakinsu这个人到底是谁 Pakinsu在上大学的时候 因为韩战爆发就被招兵入伍 之后仅剩为海军陆战队的大卫了 但是在被当时的女友通告离别后 Pakinsu已经擅自离队而被开除军级 可能就是因为失恋再加上被开除军级 Pakinsu开始沉迷于武艇 虽然已经不再是海军陆战队上位身份的Pakinsu 在见女生的时候 Pakinsu还是会骗他们说自己是大卫 当时26岁的Pakinsu 因为有着176的身高 浓厚的眉毛 时尚的发型跟穿着 再加上海军陆战队上位的身份 在短短一年的时间 被Pakinsu偏色的女性就高达了70多名 一年70名 一个月就要见6个人 一个礼拜就要见1.5个人 真的是时间管理大师 而当时受害女性大部分都是 大学在校生以及毕业生 其中也包括了很多行我上流层的子女 所以在一审开庭的时候 为了亲眼看到这位时间管理大师 法庭上来了这么多人 而没能进法庭在法院外等的人 也有这么多 根据媒体报道 当天一共来了1万多人 一开始 检方以婚姻凭借X罪 起诉了Pakinsu 但是Pakinsu在法庭 强力否认了这件事情 Pakinsu对法官表示 我没有承诺过结婚 是女生们自愿跟我来的 在舞厅一起跳完舞后 一起去旅馆 已经是变成了一种尝试 所以我没有必要假接婚姻 来说出不想说的话 然后接着说了 震惊当时所有人的一句话 跟我发生关系的女性当中 只有没法是一个人是处女 因为其他人都不是处女 所以不是婚姻凭借X罪 首先给大家说明一下 韩国在2009年废除的 婚姻凭借X罪到底是什么 简单的说就是 男性凭借婚姻 对X淫乱的女性 骗色的行为 你别开手你啊 虽然很像狗话 但是当时真的是这样 所以Pakinsu主张的就是 在这些女性当中 只有一个人可以 试用这个法 所以自己没有罪 在她的这个发言之后 大壮门的见头 都开始指向了受害女性们 所以结果怎么样了呢 在一审冒充公务员罪 被判了有罪 在这个判决后 当时的一审法官 也说了这样的话 只是在武庭见了几次面 就发生了那种关系 与其说是相信了婚姻 不如说是女生们 自己选择了放荡的路 比较合适 法律只会保护 有保护价值的真 也就是说 这位法官认为 Pakinsu的受害者们 都是很乱的女生 在这里更让人惊讶的是 当时Pakinsu 已经是有约定结婚 正在同居的女生 而且两个人之间还有子女 当然 对于这个判决 当时也有指责的声音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 把罪恶推给男生之前 首先要充分反省一下 女生的错误 女大学生被一个 近身病者戏弄 被夺走了跟生命一样的真 挥损了大学的名誉 给社会留下了极大的污点 如果还有一丝良心的话 在这么多女性当中 期待会出现 我国自古以来 就以女性真操观念而闻名 哪怕是就一个人 希望这个事件的女性当中 能有以行动来证明的人 这不是网络上的酸言 是真正的新闻 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还好在二审的时候 帕金斯以婚姻凭借罪 判了一年的有期徒刑 当时的法官在法庭表示 不能认为去了五厅 就是不守真 真 不能分称需要保护的真 与不需要保护的真 很清醒的法官 真对于女性来说 就跟生命一样 虽然是判刑了 但是一审二审 都是把这件事情的重点 放在了女性的真 因为当时的那种社会风气 曾经也发生过这种事情 1971年6月30号晚上11点 警方接到了一个 女大学生从饭店石器流 追落的报案 警方到达现场后 逮捕了跟女大学生 在一个房间的男生 经过调查后发现 这位女大学生 是首尔一所大学的校花 而这位男性是 校花哥哥的同学 男性对警方表示 我有在房间向他求婚 但是一直遭到拒绝后 他说口很渴 所以我就去拿了水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自己往窗外跳下去了 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 一开始还真的有很多人都觉得 女生是为了守住真 所以跳下去的 但是后来觉得很奇怪 这两个人又不是恋人关系 拜托了四位朋友后 绑架了这位女大学生 而想要XX的时候 因为女大学生反抗太激烈 所以就用手掐了脖子 之后看他没有任何反应 就往窗外丢下伪装成XX了 当时警方有问过男性 对自己心爱的人 怎么能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 男性回答 我是爱他爱到 就算是强迫也要做成我的后 想要跟他结婚 心想再跟他发生一次关系后 到处散播这件事情 把他做成我的 把他做成我的 根本就是把女生 当成了一个物品而已 然后在发生这个笑话事件后 一位法律系的教授 在新闻发了这样的论评 女生是 不管使用什么样的手段 首先要征服 才能变成自己的东西 不征服的话 最终会被别人强责 对于男生来说 真的是一大损失 女生一般都是会XX的 被那个后 有的人会因为羞耻心而忍耐 有的人会产生爱情 而跟男生在一起 所有的新婚之夜 都是女生被XX的晚上 XX 连大学教授都说出这样的话 一般老百姓会怎么想呢 而且跟前面的事件一样 比起加害男性 大家指责关心的 今天的内容就是 一般 曾经蔓延在韩国整个社会 大家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父权 不是说那么容易就能彻底消失 但是现在韩国确实是改变了很多 也有非常多的人 努力在推翻这种风气 虽然知道这个影片底下 应该会有很多人留言 韩国本来就这样 现在也这样什么什么的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能 不要以偏盖圈 手下留情 点赞 点赞 感谢观看